我們的飛機就在這裡 用這些黏土會XX的特性 做出會發光的飛機跑道 歡迎來到LS實驗室 你的科學小教室 本節目由發生子教育基金會贊助播出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LS實驗室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鹽巴 今天要來教大家做什麼呢 大家看我桌上的一大堆黏土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教大家玩黏土 不是 我們今天其實要來跟大家講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如果我們把黏土捏成像電池的形狀 其實它就會有電 我們一般黏土這樣子是沒有電的 就是你當你這樣搓一搓之後 然後就這樣滾一滾之後 撥塊黏土出來 然後放到頭上 這樣有沒有像電池 對不對 然後我自己試過是 這種電池它的電力比較弱 所以通常我們要多接幾顆 它才可以讓燈泡量 然後像這個就真的就是黏土 就什麼都沒有黏土 然後多接幾顆 它會再亮一點 然後就把它這樣接著 電池要接著 然後接著你就把燈泡放上去 其實它就會發光了 就是 泳洞機不是不可能做出來 有沒有覺得很神奇 我真的覺得神奇到爆了 對 好啦開玩笑的啦 其實這個呢 電池我在後面其實它接了一整顆的9V電池 這就是它電的來源 這事實上不可能有泳洞機的 那究竟為什麼它會發光呢 其實這個黏土它可以當電線使用 原因是因為 這種兒童用的黏土 它怕小朋友會吃掉 所以它裡面其實加了大量的 鹽巴或是鹽類 讓它吃起來會很難吃 因為加了這麼多鹽巴 所以讓這些黏土會導電 因為鹽巴是電解質 所以這些黏土其實可以當作 導電的材料 所以也就是為什麼 我把黏土加在電線上的時候 它可以發光 那我們今天要教大家來做什麼東西呢 我們今天就要來教大家 如何運用這些黏土會導電的特性 然後我們來做出會發光的飛機跑道 那我們就開始吧 第一步準備器材 這次要準備的器材有 導電黏土一盒 玩具車一台 剪刀一支 9V電池一個 9V電池口一個 黏土刮刀一組 LED燈15顆 鋁箔膠帶一捲 膠帶一捲 好的 OK 那今天就是我們的第一個步驟啦 我們要開始製作我們的發光跑道 然後這次呢 主要先告訴大家一些比較簡單的原理 然後做一個比較小一點的版本 首先呢 我們需要先把黏土擀平 之後呢 我們接著拿出一個小小的容器 很像壓餅乾一樣 我們可以壓一些形狀出來 接著呢 這6個原型的東西 讓它變成我們這個小車車的跑道 跑道的其中一部分 所以我們把它排在 比較靠近軌道的地方 讓車車過去的時候可以壓到 我們要在這個 黏土上面 我們要接上電燈泡 它這個LED燈它有一隻腳是長的 一隻腳是短的 記得長的都要在同一邊 短的都要在同一邊 我們就先這樣子 我擺著一顆 兩顆 然後接著我們會讓它亮的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做一點點小小的設計 這邊接上一顆 我們讓這一條 這個軌道延伸過來 這邊呢 一樣 拉一條出來 然後 我們在旁邊呢 我們再接上一個燈泡 剛才講的 長的我都放在這一次 所以 如果這邊有兩隻腳 一直短的一長的 所以短的長的 短的長的 長的都往這邊放 好這時候我們的黏土就已經做好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再做 開過去 會讓這個燈發光的這台車 首先 我們必須先拿出我們的9V電池 然後上面有一個電池扣 可以扣住這個夾子 我們接下來小小加工一下這台車子 我們讓它的輪胎會導電 拿出我們的鋁箔膠帶 然後大概撕它可以包住整個輪胎的強度 我們把它沿著輪胎的邊緣 包住整個輪胎 包好之後呢 還有另外一邊 它兩邊的輪胎都必須要有 然後我們兩個輪胎 我們就已經讓它會導電了 接著是呢 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它要導電嘛 所以我們把電池放在 這台車子上面 然後一般我們在看電線的時候 電線有分兩個顏色 所以紅色是正極黑色是負極 所以像剛剛我們長的那一邊 就是我們看右邊 這邊是不是都是長的 長的在LED燈裡面它還是要接正極 所以我們的紅色就要也要在右邊 因為紅色是正極 所以我們就拿我們的膠帶 把我們的電池呢 可以固定在車子上面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讓電可以導到車輪上面 所以我們一樣透過我們的鋁箔 我們撕完我們的鋁箔之後呢 我們把它給對折 就是讓兩面黏在一起 接著我們幫這個車子呢 我們做一個小小的車輪蓋 會碰到輪胎 我們就讓這個夾子夾在這個鋁箔上 讓電可以從鋁箔這樣導到輪胎上面去 這邊一定要確定一件事情 這個鋁箔一定有碰到輪胎 一樣我們幫它另外一邊也做一個車輪蓋 接下來我們車車基本上就算完成啦 然後它這樣開過去的時候 我們發現燈泡會發光 好不過因為看起來有點暗 所以我們關個燈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效果長什麼樣子 當我車子過去的時候 好有沒有看到燈亮了對不對 兩顆 好接著它繼續走 走到這邊又亮了 好那接著繼續走呢 有沒有發現 每一格它經過的路線 燈亮的通通都不一樣 而且亮度甚至還不一樣 它亮的數量跟它亮的亮度 通通都不一樣 好其實我們就是利用這個原理 然後讓我們可以做出 等一下我們要給大家看的飛機跑道 不過這個東西就已經怎麼做了 那我們就來看動畫吧 為什麼車子經過每一格導電黏土 燈泡亮度都不一樣呢 這是因為 LED的亮度會受到電壓影響 電壓越高 LED就越亮 不過太高會壞掉喔 而在電路裡面 燈泡會因為與電池的接法不同 而獲得不同的電壓 當兩顆相同的LED 只用一個圈與電池連接時 電池的電壓會評分給兩顆燈泡 這種接法稱為串連 如果兩個相同的燈泡 用兩個圈與電池連接時 燈泡就能夠都得到電池完整的電壓 而這種接法稱作並連 所以當車子通過時 車子上裝的鋁箔和導電黏土的位置 就能讓電池和燈泡 產生串連和並連的效果 在串連時得到比較小的電壓 並連時得到比較大的電壓 就會讓LED燈的亮度不相同啦 好的 那大家剛剛是不是已經在動畫裡面了解 我們是如何運用我們的黏土 來做我們的電路啦 在剛剛大家在看動畫的時候 我們已經完成了我們的飛機跑道 而接下來我們的飛機就在這裡 那究竟它會成功還是失敗呢 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好的 那我們剛剛已經看到了我們的飛機的效果啦 不過它不是很成功 當然因為它的電路非常非常的複雜 所以其實在做的時候要非常的花心思 所以大家如果在家裡面想要自己嘗試 但是又沒有想要做這麼複雜的電路 其實也可以做兩顆聖誕樹 幫它接上電 然後插上燈泡 其實你也可以做出很可愛的聖誕燈 對這次賭一賭二的沒有人可以做得出來聖誕燈 所以呢 我也很期待大家可以跟我分享 就是你們在家裡面自己的創意 然後如果大家不知道怎麼去買這個黏土 其實翻到後面看看 它的成分裡面有沒有鹽巴 如果有的話 代表它應該都是可以倒電的 那如果大家有想要省錢的話 其實呢可以去用我們的麵粉 加上我們的水 並且在裡面加點鹽巴 加上一點色素 其實也可以當作我們的黏土來做使用啦 好的 那我們今天LS實驗室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在下面有我們的官網 還有我們的Facebook 接著在上面有我們的訂閱 記得要幫我們開鈴鐺 這樣才可以最急適的收到我們最新的訊息 好的 那LS實驗室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